是不是感觉这期有一点特别 我们现在是在烟台 然后来吃这个Putvino M的这一台车 这个M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意大利语 稍等 我来给你找一下专业的发言 有没有那个味 反正它的意思就是升级 但是它这一次的升级 你就只能从外观一直把那个导流槽那 这能分得最直观 其实它前面的前杠那 和后面的扰流板那也有升级 但是你要是不知道 它中期改款前涨啥样 大概你也分不太出来 内饰里边没有什么变化 它主要的升级 就是一个是驾驶模式 还有就是变速箱的升级 然后马力上呢增加了20匹 所以咱们 走 跟我走 就像在这种海边的城市就开一个敞篷就怎么都对了 就连我这种在北京都觉得有点羞于开敞篷的人来了这儿 虽然也觉得还行 但是咱们后面没有加那个就是挡风板 现在你看我头发被吹的 还是略显凌乱 我一会儿去了就是觉得超美的地儿 我再给大家把棚子打开啊 我现在准备把它关起来了 但是你看我现在时速就超过了40 它就不动了 好 关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Putofino M的内饰 我还是要比上午的那个Roma来的更得我心一点 尤其是这个仪表 它的这个万转的黄底的机械的转速表还在中间 然后两边一边一个的这种液晶仪表 我觉得挺好的 当然它其实之前的那个没改款的不是M的这个版本 就已经这样了 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它的变速箱有变化 然后马力上提升了20 现在是620 现在就跟Roma SF90它用的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就是8速湿式双离合 它这一次把这个消音器取消了 然后增加了颗粒捕捉器 其实这一块主要是还是为了应对排放国六币 而且你看我刚才这一下 它其实升档升得非常的快 它现在我时速是在50多 它在一个6档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法拉利它整个的就是加减档的这种速度 和它的平顺性方面一直都是特别OK的 就是OK到你要叫爸爸的那种 我们之前说我们那会儿开Roma 然后开8档大概时速60多 然后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那你那天是因为你在用湿滑模式去开 但是现在也没有 现在其实我们今天上午一路开过来 你觉得不管你是用运动 还是你用舒适 就是它还是这样的 它还是保持在一个日常开 高档位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其实还是能对你的油耗 或者你的舒适性整个的平顺度方面 有一些帮助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法拉利亚 对吧 你要是就是总给我听一个频率的 哦 那样 我就觉得真的有很有那种催眠的效果 但是它实际上就是如果说从驾驶乐趣方面 我觉得它是要比Roma增强了很多 然后我会觉得开着这台车 我可能更愿意就在这种城市里面的 红绿灯里面去感受一下 比方说我从静止 然后到它这个时速一点一点的上来 它档位之间和它整个排气声浪的那种变化 我觉得是有乐趣的 哎呦天 我把自动气厅踩出来 我简直太舒服了 哎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理解 我特别怕这会儿有网友骂 我是觉得你不愿意听声浪 你开什么法拉利呀 不是我愿意听的声浪是有高低起伏 有层次的那种变化 我不愿意听 就整个啊 就它再好听 它一直在给你一直都是一个频率 你也会觉得难受催眠懂吗 来开个棚吧 这次升级完了之后 它的价格上面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你要单纯从马力上来讲的话 你觉得可能620匹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入门级 而且它还是一个大马力的后驱车 虽然它很舒服 就是很好开 你觉得它甚至可能比一些降车 来的给你的感觉 就是还要更舒适一点 这块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底盘啊什么的 就是它的行驶质感方面 给它有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它更多的一个是身份的象征吧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这种选择 然后至于它跟ROMA的话 我觉得那个车呢 它也有很多法力的基因 因为它有很多法力的 比较早期的车型的一些复古的设计 但是它里边的科技感上面 又比这台车来的要更强一点 反正价格很接近 就是喜欢哪个就看你了 拜拜 拜拜